第100章 他是孤儿 墨九 你找死 张绍天面沉如水 死死盯着手机屏幕 嗡 这时 他的电话响了 张绍天看了眼来电人 赶忙接起 哥 你非要招惹那个墨九啊 张绍运在电话里哭着喊道 我就一个儿子 难道你儿子死了 就得拉我的儿子陪葬吗 小强怎么样了 张绍天低声问着 他左手钻成拳头 手背青筋抱起 已经是植物人了 咱张家家大业大 有那么多钱 你和一个混混是什么气 投鼠机器啊 华天药业这么大 张家这么多人 你非要我们给你儿子陪葬吗 妹妹 那我儿子就白死了吗 张绍天闷吼一声 我找人打听了 墨九去你们张家谈合作 张龙恶语相加 他自食恶果 住口 听见张龙的名字 张绍天喘着粗气 咆哮道 你们享受张家带来的财富 就得承受这份财富带来的风险 要么 你们来华天药业待几天 要么 自求多福 他挂断电话 感觉心脏有些痛 龙恶 龙恶 张绍天趴在桌子上 双手锤打桌面 接连的精神刺激和家族压力 让他状态非常不好 张总 门外的龙恶迅速进来 询问道 你有什么指示 去 去把墨九的家人 都给我杀了 他不是搞我的亲人吗 只要和他墨九沾边的 一个不留 杀 张绍天阴冷一笑 老子中海药王 逗不过你一个小混混 张总 龙恶微皱眉 脸色有些难看 去办 张绍天抬起手 指着他 给我杀干净 我要让墨九出来时 只剩他孤家寡人 龙恶依旧没动 愣着干什么 听不懂话 张绍天瞪大眼睛 用力拍打桌面 张总 墨九是个锅 龙恶有些无奈到 他自小 就和师父一家 还有七个师姐生活在一起 几个月前 他被七个姐姐赶出家门 双方早已视同水火 林青城的公司都破产了 昨天险些被墨九打死 您也是知道的 他解释完 站在原地 等待新的任务 孤儿 张绍天 嘴角狂颤 自己想要报复 都找不到人 张家几十口 墨九孤身一人 这怎么玩 完全不对等 他师父呢 张绍天 哆哆嗦嗦地指着龙恬 杀他师父 他师父死了 龙恬声音很小 死了 死了 就给我挖坟掘墓 把他师父骨灰 给我养了 张绍天眼睛血红 大吼道 错骨扬灰 张总 龙恬有些为难地解释道 不久前 墨九亲手掘了师父的坟 为这事 他还打了前来阻拦的 三姐林青英 那他师父没有儿子吗 张绍天难以置信道 就算他师父的儿子 和他有矛盾 但老子现在就是泄坟 杀 他师父的儿子 在三天之前 被墨九亲手杀了 龙恬咧着嘴 感觉头皮有些发麻 当初调查墨九的时候 他便已经深深地感到畏惧 墨九的师母 被他亲手下毒 折磨得浑身腐烂 估计也快死了 龙恬主动介绍 王翠花的情况 张绍天忽然大笑起来 墨九啊墨九 你真是个畜生 他绝望了 连师父的坟都能绝 师母都能杀的人 自己和他比狠吗 比不过 张绍天此时已经有些后悔了 可百分之三的股份送出去 开宫已经没有回头见 为永绝后患 他必须除掉墨九 但墨九有个喜欢的女人 叫何清竹 龙恬忽然开口 你把花一口气说完 行不行 张绍天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惊喜 但昨天开始 这个女人消失不见了 龙恬面露难色 我们查了 何清竹是真消失了 墨九那边的人 压着消息 也在找 那就给我去找 去找 立刻 张绍天将桌上东西 全部推到地下 疯了一样吼道 立刻找到那个何清竹 带到我面前来 明白 龙恬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 才敢抬起手 擦了擦了脑袋上的汗 对了 张绍天在他身后忽然开口 小龙的骨灰 是不是要运回来了 作为父亲 连儿子的骨灰 都不能亲手迎回来 他感到痛苦 感到愤怒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正是墨九 少爷的尸体 送得很隐蔽 龙恬解释道 为了不被察觉 我安排了几名高手 亲自护送夫人 保证万无一失 那就好 张绍天靠在椅子上 感到深深的无力 抓住何清竹 带回来 好 龙恬带上门 立刻组织人手 开始办事 中海省 南江路 一辆商务车 正缓慢行驶 车内 李凯月抱着张龙的骨灰盒 眼泪不停 儿子 妈妈会给你报仇的 她抚摸骨灰盒上 张龙的一项 情绪有些崩溃 夫人 吉爱 华天药业的保镖 小声劝慰 你生在富贵人家 却连的葬礼 都不能办 等你爸杀了墨九 妈给你半个盛大的葬礼 李凯月眼中带着恶毒 墨九 我要一刀刀割下你的肉 来祭奠我的孩子 碰 碰 就在这时 街道上传来两声枪响 商务车前轮轮胎 被精准打爆 失控撞在路边的花坛上 轰隆 车内 众人东倒西歪 乱作一团 夫人 你在车里等着 我们下去 几名保镖迅速拿起手枪 小心翼翼地跳下车 李凯月则紧紧抱着骨灰盒 惶恐地看向车窗外 老三 听出来是什么枪声了吗 马子连保镖蹲在车后 低声询问 好像是 AK 司机微微皱眉 听着笑 AK 马子连微微一愣 那玩意不是非洲人才用的吗 咱国内 谁用那玩意 我特么也纳闷 可听起来 就是AK的声音 司机稍显犹豫 开口道 火力掩护 老规矩 冲出去 干掉对方 他看了眼手表 速战速决 不然我们车坏在这里 万一被警局的人发现 会有麻烦 三 二 一 走 六个人端着手枪 同时翻滚而出 可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 马路上根本没有车子和人 只有公交站旁 一个背着书包 正在等车的女学生 第101章 比歌坛还乱得中海 妈的 见鬼了 六名保镖 环视一圈 连个鬼影都没看到 这里是开发区 还在建设中 特别空旷 四周也没有 能藏身的地方 可枪手呢 或者说 枪手的车呢 小姑娘 刚才你听见枪声没有 司机下意识地收起枪 开口问道 看没看见有人 或者车经过 现在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有人开枪后 迅速离开 但保镖们反应迅速 立刻下车 都没有看到人影 就显得这件事 更加奇怪了 什么样的枪声啊 等车的女生 有些疑惑 就是砰砰的声音 很清脆 司机有些问 后悔了 一个小姑娘 能懂什么 算了 先保护夫人 你们几个放风 我去换轮胎 司机把枪插在后腰 转身就要上车 喂 几位叔叔 小姑娘忽然喊道 是不是这个声音啊 闻声 几人齐刷刷地转身 下一刻 他们瞳孔猛缩 张大嘴巴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背着书包的小姑娘 从身后逃出两把AK 对准他们 操 快开枪 司机声都变了 他是专业的 找掩铁 见到何清竹枪 脱顶在肩膀的标准射击姿势 几人头皮发麻 砰 砰 砰 何清竹根本没给几人反击的机会 手中两把AK交替射击 他在短短七秒内 直接清空两发弹夹 全程 何清竹面无表情 但眼神之中 隐约有些兴奋 商务车旁 六名保镖直停停倒在地上 全部死了 最倒霉的一个 身上挨了五发子弹 何清竹将两把枪插在书包里 轻快地朝着被打成蜂窝的商务车走去 此时 车内的李凯月浑身发抖 掏出手机 正给张少天打电话 哟 防弹呢 何清竹扎着双马尾的脑袋 从车门探进来 他用手敲了敲车内护板 有些惊讶道 不少钱吧 别杀我 要多少钱都行 李凯月带着哭腔 我有钱 我可以给你钱 他害怕极了 别傻了 大嫂 何清竹笑嘻嘻道 我不杀女人 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咱们无冤无仇 感谢你高抬贵手 李凯月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电话打通了吧 何清竹指了指他手里的骨灰盒 还有上面摆着的手机 啊 李凯月一时间没明白 是什么意思 张少天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何清竹外 没人能欺负我的九哥 你不行 你张家祖宗十八代加一起 也不行 何清竹说完 面无表情地转过身 扯掉两颗手雷拉环 反手扔进商务车内 他不紧不慢地走着 并从口袋里 掏出蓝牙耳机 塞进耳朵 同时 用手机放了放了手 毅然一爆炸 哄 商务车一声巨响 爆炸掀起的气浪 将何清竹双马尾吹到身前 吹得他白色短裙 紧紧贴着身体 他不紧不慢地撩了撩头发 背着书包 消失在街道上 一百米外 路边停着的揽胜车上 五个人不发一言 集体沉默 过了好一会 白明吞了口口水 压低声音道 今天的事情 都他妈给我拦在肚子里 明白吗 白哥 你那手雷 是不是给大嫂了 一名打手浑身发抖 激动地喊道 这他妈用我们保护 兄弟几个蹲垃圾桶边上 蹲了半个月 你说 让我们保护大嫂 那些日子 他们蹲在美景天城楼下 昼夜不停地巡逻 现在想想 小丑竟是他们自己 我打知道 白明红着脸道 大嫂 大嫂当时 说她想去河里炸鱼吃 我能不给 她再次强调 记住 这是烂在肚子里 都给我下车 处理现场 哥 你说九爷知道大嫂这情况吗 一名打手好奇地问着 我估计 也不知道吧 白明挠了挠头 眼中还有尚未消散的震撼 他自言自语道 这特么中海 比哥谈还乱 哥 我记着咱没有 AK啊 打手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他妈哪知道 要不你去问大嫂 白明瞪着眼珠子 怒骂道 干活 好嘞 白哥 几名打手迅速去处理现场 靠 望着他们的背影 白明点了一支烟 自言自语道 枪哪来的呢 距他们一公里外 何清竹跳上一辆车 将书包一扔 有些亢奋道 好久没练 单手换弹夹都慢了 把这些处理干净 送我回清城 他闭上眼睛 恢复经历 东海分局 张绍天 肖树龙 肖树龙 QJ我 我要告他们 抓他们 田秘书在父母的陪同下 来到警局报案 这位女士 请明安抚下自己的情绪 陈树峰笑呵呵道 我们做了DNA鉴定 你的确遭到侵犯 但犯罪嫌疑人 不是张绍天和肖树龙 是你们公司的一名保安 这是鉴定结果 陈树峰将报告递到三人面前 您看看 你包庇他 田秘书一把撕碎报告 红着眼吼道 你和肖家有关系 你包庇他们 我连你一起告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就告你们 说完 他趴在父亲怀里 嚎啕大哭 干什么 藐视律法吗 陈树峰冷着脸道 你去告 我等着你 等三人离开 他回到自己办公室 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肖总 你下次能不能搞点安全措施 你知不知道 我冒着多大风险 才把报告换了 找得替罪羊 陈树峰沉声道 你自己安排点人 让那一家三口 把嘴闭上 好了 就这样 啪 他将手机一扔 非常爱惜地 摸了摸桌上的 弥勒佛金像 保佑 保佑我顺利升职 陈树峰双手合十 转着佛珠 马路上 女儿 相信正义 田秘书的父亲 田正元含着泪 抓住女儿的手 父亲陪你争到底 走在满是落叶的街上 一家三口沉默无声 就在这时 一群混混冲过来 告状是吧 啪 领头的一巴掌 扇在田秘书脸上 给我打 他一声令吓 十几个混混 对一家三口 全打脚踢 记住了 我划长路流明 再不老师 杀你全家 领头的混混 吐了口唾沫 看着满脸是血的三个人 带小弟转身离开 趴在地上的田正元 死死盯着流明 离开的背影 眼中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 老诗人一旦爆发 无疑是致命的 当晚 下班高峰期时 田秘书穿着一身红衣 从华天药业顶楼 一跃而下 第102章 君次审判 田秘书的死 在中海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中海要王和新贵 萧家联手 直接将消息压了下去 没有一家媒体 敢报道这起自杀案 华天药业的员工 也收到警告 将这件事彻底烂在心里 没人关注一个普通人的死活 甚至 萧树龙还很高兴 田秘书能自杀 这样一来 证据就彻底断了 老城区的一栋房子里 田正元坐在女儿一向前 一口口地抽着烟 田秘书的母亲 哭得几度晕厥 回老家的车 我给你安排好了 田正元盯着一向 红着眼道 你带女儿骨灰回乡下安葬吧 这个城市太肮脏 他起身拍了拍老伴 我留下接着告状 那你小心 老伴想起 之前一家被混混殴打 悲痛的眼神里 闪过一抹担忧 放心 这个世上 还是有正义和公平的 田正元拎着行李 送老伴和女儿骨灰 合上了回老家的车 目送黑车离开后 他转身回到自己房间 田正元抬起头 看了眼墙壁上贴着的海报 还有自己的功勋章 他打开衣柜 里面那身退役的老式军装 一尘不染 沉默良久 他将自己视为荣誉的军装 和和早已发黄的证书 放在一起 一把火点燃 跳动的火焰内 田正元好似看到了 年轻时的自己 从始至终 他眼中没有一丝波澜 只是静静地看看 自己曾经视为珍宝的东西 渐渐化为灰烬 火焰熄灭 田正元回到房内 从柜子的最底下 取出一块白布包着的东西 他解开白布 露出里面的一把军刺 紧接着 田正元从口袋里 缓缓掏出一块红布 红布条上 有块暗黑色的 早已干涸的血子 这是他女儿 跳楼时穿着的红裙 火化前 田正元撕下一块 揣在兜里 现在 他将这块红布 缠在自己胳膊上 拎着军刺 走出家门 耶 城市灯红酒绿 白鸣坐在车里 盯着马路对面的一家 KTV 张绍天的老婆 被和青竹杀死后 张家亲属在短时间内 被全部接走 黑金集团 已经从张家 拿走十几条命 余下的 早已成了惊弓之鸟 待在华天药业大楼内 不敢露头 趁着空闲 白鸣决定 摸一摸肖家的底 上次张绍天 嫁祸莫酒的事件中 出现了肖家的影子 按照黑金集团 形势作风 肖家必须付出代价 肖树龙手下 最厉害的打手 叫段彪 段彪有个表弟 叫刘明 一名打手指着 KTV 回报道 刘明在华昌路一带 影响力挺大 今天他生日 在里面庆祝呢 那就先杀了这个刘明 给肖家下个战书 白鸣拿出一根烟 靠在座椅上 我们意会 你们盯紧了 半小时后 喝得醉醺醺的刘明 和自己四个小弟 相互搀扶着走了出来 我上阵子放带 又套了几个女大学生 待会带你们去玩玩 刘明猥琐地笑着 刘哥 被你一说 我满身都是火 同伴们一个个满怀期待 走 现在领你们去玩 渴水灵了 刘明走到自己车前 刚要拉开车门 手 却被按住了 你谁啊 他微微皱眉 看着面前的老头 下午 你在华明街 带着几个混混打了我 田正元面无表情地回答 哈哈 老东西 你女儿都死了 你也想死 刘明大笑一声 抬手就要甩开田正元 可田正元的手 好似铁钱一样 死死捏住他 不肯松开 怎么 找打是不是 刘明脸色一沉 指着田正元鼻子骂道 老东西 信不信我整死你 刘哥 揍他 四个小弟醉醺醺醺地走了过来 赶紧滚 不然 我打了你 也是白打 你信不信 刘明满眼戏血地说着 你们有没有人性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被你们逼死了 田正元沉声吼道 你知道我们把他养大 有多不容易吗 揍他 刘明一脚 踢在田正元肚子上 可田正元愣是没坑一声 小崽子 法律审判不了你 老子今天审判你 他一甩外套 从腰间拔出那把军刺 迎面就是一刀 扑刺 军刺 直接扎进流明心脏 鲜血喷涌而出 七十九年 老子在亮山 就用这把军刺 一个人干死了一个 半越南猴子 我他妈浴血 沙场保护的 就是你这种败类吗 从今天开始 我什么都不相信 我他妈就相信 手里这把军刺 田正元红着眼 猛地一脚 刘明倒在地上 胸口喷血 抽搐几下便死了 余下的四个混混 吞了口唾沫 灯石醒酒了 草泥马 今天你们都得死 田正元一步向前 搂着离他最近混混的脖子 狠狠一军刺戳进去 他下手快 准 狠 军刺穿过心脏 从后背探出 鲜血一滴滴 砸在地上 跑 余下三人脸色煞白 转身就要跑 其中一人腿下软了 两步摔在地上 田正元一声没坑 走到他面前 双手握着军刺 狠狠扎下 扑辞 鲜血喷了他一脸 可田正元根本不在乎 他用手抹了把脸 继续追击 大爷 这事和我们没关系 是刘明 是刘明让我们干的 一名混混跑得慢 跪在地上不住求饶 我还有父母 您知道失去女儿的痛苦 求求您放了我 把你教育成这样 你爸妈也该死 田正元对着他脖子连扎三下 头也不回地继续追击 扑通 小混混动脉喷血 倒在地上不停抽搐 此时 仅剩的一人 已经冲到自己车前 老东西 你等着全家被杀吧 他抓住车门 恶狠狠地骂着 田正元没有说话 提着军刺向前奔跑 在小混混即将进车的瞬间 他凌空一跃 一脚踹在车门上 砰 车门狠狠转过去 小混混被夹在中间 肋骨断了好几根 啊 他痛得靠在车上 痛苦哀嚎 眼睛里满是惊恐 叔 留我条命 小混混颤抖着哀求 你不是杀我全家吗 田正元一把抓住他脖子 瞪着眼吼道 你这B样的 上了战场 就得尿裤子 和平年代 你他妈整天装什么啊 你们有权 有事 逼死我女儿 可他还有我这个爹 我不需要律法 我也不需要公平 我就用手里这把军刺 判你死刑 他抬起军刺 直接从混混嘴里穿过 车内鲜血喷涌 女儿 爹不会让你白死的 田正元抽出军刺 绝望地看着天上的星星 大燕 上车 知 就在这时 一辆路虎车停在他旁边 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白明大喊一声 田正元由于片刻 提着军刺跳上车 我还那句话 白明踩下油门 自言自语道 一个人追着五个人砍 这中海 比特末歌坛还乱 第103章 火烧章鱼 我们是黑金集团的人 车上 白明主动开口介绍道 本来 这几个人 是我们要收拾的 清晨莫久 田正元打断他的话 抬起眼皮道 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爷子 九爷不是好人 但他绝对不是坏人 白明很严肃地问道 你和他们什么仇 五个人 全杀了 沉默片刻 田正元开口道 张绍天和萧树龙两个畜生 逼死了我女儿 他攥着军刺的手 抓得更紧了 我们目标一致 白明笑呵呵道 别急 我和你保证 张绍天明天必死 下午我去华天药业侦查过 田正元思索片刻 开口道 张绍天给全部员工 带薪休假 整栋楼都是他的亲戚和保镖 这伙人住在五楼 四楼全部封死 安装了密码铁门 至于外面 还安排了上百名保镖 窗帘全拉着 里面囤了很多物资和水 还有备用电源 理论上 这些人可以一个月与世隔绝 他有些沮丧 下午十分 田正元巡视了好几圈 根本无从下手 确实难办 白名点点头 我也在想办法 准备硬工 火攻吧 田正元抬起头 当年在亮山打越南猴子 他们缩在里面 我们就用火烧 华天药业的窗户 挂满了密密麻麻的窗帘 张绍天等人居住的楼层下 是货舱 那里面有药 有纱布 还有一些工业酒精 只要打碎外面的玻璃 将火弄进去 张绍天这个畜生 一定会被烧死在里面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白名有些惊讶 我女儿生前 是张绍天的秘书 田正元叹了口气 我去过几次华天药业 里面什么样 早就在我心里了 提起女儿 她下意识抓住肩膀上的红布 安排人 在对面楼 给我用最大口径的狙击枪 敲碎玻璃 再出几十台无人机 吊着汽油和白铃 往里飞 白名掏出手机 激动地吼道 华天药业的路口 给我封死 今天晚上 我他妈火烧章鱼 张绍天不安地坐在办公室 他整天拉着窗帘 生怕医院被狙击的意外重演 张家族人 也被全部接到这里 公司门外 几十名华天集团的保镖 不停巡逻 一旦察觉到意外 他们会迅速报警 此时 张绍天坐在椅子上 也不能寐 短短几天时间内 他失去了儿子和老婆 现在又像是坐牢一样 整天待在暗无天日的房间内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拿起手机 按下龙田的号码 黑金集团的人 找得怎么样了 张绍天沙哑着嗓子 他要在墨九出来前 将黑金集团的人处理干净 黑金集团总经理 叫白明 我已经跟上他了 只要干掉这个人 墨九人又在拘留所内 黑金集团就是一盘散沙 龙田在电话里自信满满道 一小时内 我拿他的命 好 张绍天隐隐有些兴奋 碰 就在这时 两声枪响传来 紧随其后的 是玻璃破碎的声音 呵呵 张绍天先是一愣 随即冷笑道 钱驴即穷了吗 他给自己倒了杯红酒 根本没有在意 窗户早已被十几层厚厚的窗帘遮挡 外面的人没有视野 根本无法在诺大哥办公楼内打死人 和海底捞针 没有什么区别 今晚的月亮 这么亮啊 他待在昏暗无灯的房间内 看着窗外跳动的黄色 忽然间 张绍天脸色大变 十几层窗帘 什么光能进来 快走两步 他小心翼翼来到窗前 整个人愣住了 救火 快救火 这时 走廊内也传来喊叫声 张总 门被推开 保镖惊恐地喊道 楼下大火爆燃 咱们这层楼也起火了 救火呀 张绍天一瘸一拐地拿起手机 吼道 愣着干什么 火太大了 楼下的酒精纱布 全着了 您挂上的几十层窗帘 像是火墙一样 我们连跳楼都坐不到 保镖哭丧着脸道 灭火器根本不够用啊 打119啊 张绍天莫名地感到害怕 亲戚和保镖的喊叫声 不断传进他耳朵里 打了 可火势太猛了 外面的人冲不上来 我怕坚持不到消防车来 保镖声音不停地发抖 一定来得及 一定来得及 张绍天坐在椅子上 已经能闻到滚滚浓烟 一公里外 主干路上 白鸣将车停在十字路口 任凭后面的车案喇叭 也不为所动 喂 绿灯了 快点走 一名交警走过来 敲了敲他的玻璃 呦 林警官 白鸣降下车玻璃 有些惊讶到 怎么来指挥交通了 还真是下级层 为人民服务啊 是你 林轻英眯起眼睛 站红了脸 别嚣张 这里是省城 你只要犯事 我一定抓你 我犯啥事 白鸣拿起包 从里面掏出两百块钱 你惩罚我吧 你 你这个流氓 林轻英咬着牙 气得直跺脚 你走不走 这时 后面的消防车 闪着灯 飞速驶来 快点 给消防车让路 林轻英催促道 你们这群流氓 真是恶心 那我走 白鸣一脚踩下油门 直接闯了红灯 和另一侧的车 撞在一起 碰 碰 碰 紧接着 十几辆车 好像被磁铁吸引一样 连环相撞 林轻英眼睁睁 看着交通事故 在自己面前发生 人都梦了 司机全部熄火 跳下车聚在一起 喂 你们能不能先把车挪开 救火呀 林轻英走过去 咬着牙喊道 车要是丢了 喊脱车吧 白鸣摊开手 不然你搜身 你们呢 林轻英焦急地 看向其他人 我的好像丢路上了 撞迷糊了 我要去医院 十几辆车的司机 没有一个愿意动车的 一群败类 渣仔 林轻英一跺脚 迅速跑到消防车旁 大声问道 哪着火了 能不能绕道 华天集团失火了 这是唯一的路啊 司机指着前方 林轻英回过头 看着火光冲天的 华天药业 在联想这几天 省城的传闻 他好像明白了 华天集团 董事长办公室内 张绍天被浓烟呛红了眼 却迟迟没等来消防车 他的亲人 有些被烟熏晕过去 有的被烧死在自己房间内 还清醒活着的 不足十人 外面的保镖 几次尝试冲进火场 都以失败告终 华天药业四面起火 已经出现燃爆 曾经被张绍天 引以为傲的窗帘 现在成了索命的火龙 囤积的生活物资 也全部燃烧起来 墨酒 我在下面等你 张绍天打开 办公室内的防火保险柜 将那些珍藏的灵药 全部扔进大火之中 我等着你陪我 他大笑道 儿子 老婆 我来了 三分钟后 一个火人穿过烈焰 从高楼坠落 砸在甜蜜树 摔死的那块草地上 中海药王 陨落 第104章 萧家兄弟 垄断中海十几年的张家 一夜之间 几十口死于火海 象征药王身份的 华天药业大楼 近乎被焚毁 当晚 华明街金县血案 五名混混 横尸街头 这两则新闻 彻底引爆了中海商圈 甚至连本地的普通人 都在关注 这座风云变换的城市 清城墨酒四个字 第一次成了普通人 热议的话题 东海分局 陈树峰坐在办公室 心神不宁 田秘书的死 他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仅仅过了一个晚上 如日中天的张家 竟然满门死绝 张绍天被烧焦的尸体 正正好好落在 田秘书自杀的那块草坪上 而萧树龙安排的打手 也横尸接头 从现场回来后 陈树峰愈发地感到不安 他给佛像点了三根香 不断盘着手里的佛珠 几分钟后 陈树峰将佛珠放进抽屉里 给萧树龙发了条短信 张绍天的死 给他震撼实在太大了 那可是中海药王啊 打个喷嚏 中海医药界都得感冒的存在 发完短信 他打给看守所的管教 老吴 上次安排你办的事 怎么样 陈菊 那墨九真是个茶子 屋里十一个人 全跟孙子似的 没跟他们说明白吗 陈树峰声音低沉 陈菊啊 在看守所的犯人 都是犯小事的 您是没见着 光头脑袋 差点都被打烂了 愣是咬死说自己摔的 真不行 我尽力了 行了 我知道了 陈树峰越听 心情越差 墨九如果再不死 他感到自己 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 此时 神龙集团董事长办公室内 萧树龙坐在椅子上 嘴里叼着根烟 一言不发 都怪你 我他妈告诉你多少次了 管住裤裆里的东西 萧树空指着他的脸 怒骂道 这些年 就因为裤裆里的玩意 你给萧家惹出多少事 说着 他一把 抄起桌子上的水果刀 对着萧树龙裤裆扎去 大哥 啪 萧树明一把抓住 萧树空的手腕 低声道 现在不是内红的时候 妈的 嫌萧家不够乱 嫌萧家事少 是不是 萧树空呼吸急促 咬着牙道 就因为这点破事 我给他擦多少次屁股了 二哥 你把手松开 萧树龙缓缓站起身 解开自己腰带 把裤子吞下去 来 砍了 这些年为了萧家 我他妈橘子蹲了几回 所有的脏活 都是我领着人干的 所有的骂名 都是我的 你知道外面怎么说吗 外面都说你萧树空仁义 说他的三弟 就是个畜生 名声都让你转了 骂名全是我的 我他妈玩两个女人 你就要废了我 前妻没我拎着刀 给你开路 你能有今天 萧树龙红卓眼 怒吼道 现在嫌我惹事了 我拿回华天药业的股份时 你怎么说的 办公室内 陷入沉默 好了 都是自家兄弟 萧树明拍了拍两人肩膀 坐下 把事情解决了 萧家起步的时候 做的是拆迁 很多钉子户 都是萧树龙带人拎着刀 硬生生暴力强拆的 先找墨酒谈谈吧 萧树空坐在椅子上 也冷静下来了 毕竟 我们和他没有仇 陈树峰那件事 就说是个误会 给点钱 交个朋友 他愿意来省城发展 咱们就帮他曝曝露 这种亡命图 还是宁可交朋友 也别得罪 他思索片刻 对两人说道 就下午 我亲自过去谈 把诚意拿出来 萧家和张家那种 十几代的积累不同 萧家能发迹 除了三人的老爹 曾经是高官外 离不开三兄弟的努力 萧树空掌控全局 萧树龙负责干脏活 萧树明负责跑关系 三兄弟齐心协力 才有神龙集团今天的辉煌 张绍天心高气傲的错误 我们不能犯 萧树空输了口气 低个头 把事端化解 才是明智的 我赞同 萧树明负责道 之前咱们都错误 估计了墨九都很辣 大哥过去 也算是神龙集团的诚意 而且 我猜大哥 应该还有借刀杀人的意思吧 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不错 萧树空轻笑一声 正好利用他 铲凭神龙集团面前的 全部阻碍 我现在出发 把墨九保释出来 再分他一点股份 说完 萧树空起身离开 老三 大哥也是担心 你出事 他走后 萧树明靠过去安慰萧树龙 咱哥仨 一定要齐心协力 我知道 萧树龙掐灭烟 面无表情地回答 东川街 白明开着车 缓缓驶进一家胡同 还没等他把车停好 三台车呼啸而来 将胡同前后堵得 结结实实 龙田一马当先 从车上跳下 手里拎着一把 亮闪闪的刀 这里虽然偏僻 没有监控 但也是居民区 真要开枪 很容易惊动警方 带来不必要麻烦 白明 龙田抱贺一声 杀气腾腾地喊道 你的死气到了 张绍天一死 他就成了丧家之犬 失去依靠 龙田根本没办法 在省城存活 他思前想后 想出个主意 那就是杀了白明 用白明的脑袋 作为投名状 投奔萧树龙 终于啃露面了 白明推开车门 站在胡同中 央点了支烟 我等你很久了 他单手插斗 吐了个烟圈 少他妈虚张声势 龙田指着他 领人迅速逼近 我跟了你几个小时 除了这台车 你根本没有同伴 受死吧 骂的 你这猪脑子 难怪张绍天灾了 白明说完 打了个响指 碰 胡同两侧的二楼窗户 被全部推开 几十名 穿着黑色西装的 黑金集团 打手拎着刀 翻窗跳出 领头的留着 剩下的全给我砍了 白明沉声开口 白明 你他妈玩鹰的 龙田把心一横 弟兄们 擒贼先擒王 把白明干死 荡 荡 荡 两伙人在狭小的胡同 展开激烈肉搏 第105章 狂图 三分钟后 龙田满身是血 周围的小弟 全部被砍翻 龙田 你的命我不要 白明向后退了几步 有人找你算账 路虎车第二排 白发苍苍的田正元 拎着满是血迹的君刺 缓缓走下车 他眼神冰冷 早已没了情感 从女儿自杀那一刻起 他心就凉了 是不是你给我女儿下的迷药 田正元提着君刺 缓缓走到他面前 是 龙田擦了擦脸上的血 冷笑道 可他是自杀 睡一次 给他几百万 还亏了 扑呲 田正元迎面一刀 君刺直接插进龙田大腿 把刀捡起来 他门吼一声 龙田弯下身 捡起脱手的刀 猛地向前一展 啪 田正元侧身一闪 君刺从他腹部穿过 扑呲 龙田肚子喷血 靠在墙壁上喘着粗气 你说他一个小姑娘 你欺负他干什么 田正元解下手臂上 缠着的红布 走到龙田面前 狠狠勒在他脖子上 呃 龙田痛苦地抓住红布 拼命挣扎 足足半分钟 龙田才致歇而死 老爷子 接下来什么打算 白明摆了摆手 小弟迅速过去处理尸体 能有什么打算 接着报仇 田正元低下头 红着眼道 警方肯定怀疑我了 我没有路了 临死前 干一个 赚一个 满城通缉你 你还能杀谁 白明淡淡开口道 刚才 我接到肖树空的电话 神龙集团邀请我陪他们去看守所 和九爷谈谈 所以 你们打算拿我的脑袋做投名状吗 田正元愣了愣 神龙集团为表示歉意 拿出五个点的股份 外加华天药业三个点的股份 另加现金一千万 白明笑呵呵道 而且 还能谈 神龙集团老总亲自道歉 你们九爷还真是神气啊 田正元仰起头 缓缓闭上眼睛 动手吧 只是女儿啊 爹没办法给你报仇了 他坚强一生 现在却忍不住留下两行青泪 大势之下 个人的力量 如同皮肤汗术 微不足道 你说的没错 白明沉默片刻 警局那边 已经盯上你了 你老家的老伴 也被监控了 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你田正元的生路了 开始吧 他转过身 对小弟说了句 迅速钻进路虎车 半小时后 东海分局门前 肖树空从防弹轿车上下来 周围站了十几个身手 强悍的保镖 白明 他看向不远处 一身黑色西装的白明 主动打了声招呼 警局门前 他没胆子放肆 肖树空对保镖低声说了句 笑着走过去 肖左 白明上前两步 和他握了握手 久仰 之前的事情 都是误会 肖树空放低姿态 主动开口道 我三弟被张绍天当枪 害九爷坐牢 但你放心 他今晚就能出来 至于补偿 如果九爷不满意 我们再可接受范围内 还能再出 肖总您实在太客气了 白明点点头道 跟您合作 对我们只有好处 俗话说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黑金集团一直想进军省城 现在终于等来机会了 白明松开手 咱们去见九爷 好 肖树空先走一步 和白明两人进入到看守所内 此时 陈树峰已经闷闷不乐地 站在门口 等半天了 抓人 放人 都是肖家一句话 他这个分局长 城打杂的了 陈局 手续能办完吗 肖树空主动开口询问 已经再办了 今晚 墨九就能出去 陈树峰犹豫一片刻 提醒到 肖总 手续一旦再办 就撤销不了 无论您谈得怎么样 墨九今晚肯定要放走 放心 我和墨先生是朋友 肖树空拍了拍他肩膀 同白明一起走进探视室 探视室内 玻璃另一侧 墨九拿着电话 面无表情地看向肖树空和白明 九爷 我是神龙集团的老总 肖树空 肖树空拿起电话 风度翩翩地说道 先给您道个歉 说声对不起 之前的事情 是我弟弟单纯 被张家利用 他拿出几张文件 贴在玻璃上 我所持有的华天药业股份 都给你 还有神龙 肖总 墨九敲了敲窗户 打断他的话 这些 我都不要 九爷 我们做错了 就是做错了 这份补偿 你一定要收下 肖树空笑呵呵地开口 我告诉你一件事 墨九指着自己胸口 我的命 最多剩下半年 这期间 我随时会死 这 这我知道 肖树空点了点头 张少天之前提起过 请你放心 我会想尽办法 帮你弄到所需的药材 不 墨九摇了摇头 我一个随时会死的人 要股份有什么用 九爷什么意思 肖树空微微皱眉 你走的时候 会收到我的礼物 那 就是我的意思 墨九站起身 离开探视的房间 他什么意思 肖树空看向白明 这就走了 九爷的意思 我也不清楚 白明耸了耸肩 我先走了 肖总您看看 九爷送的什么礼物 不就知道他的意思 说完 白明也起身离开 驾车消失在警局门前 他妈的 给脸不要脸 肖树空双手插兜 想了半天 也没有明白 墨九到底什么态度 自己都这样放低姿态了 还不够吗 他抓了抓头发 大步走出警局 保镖们站在车旁 安静地等待 这里是警局 绝对安全 况且 陈树峰还在不远处站着呢 白明的车也已经离开 肖总 情况怎么样 有人开口询问 没搞明白 回去再说 肖树空朝着自己的防弹车走去 肖树空 这时 忽然有人喊了声 肖树空下意识地回头 地寨凶长 这是送你的礼物 街道上 田正元端着线弹枪 怒吼道 都他妈听好了 老子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杀人者 田正元 碰 他扣下扳机 肖树空肩膀中弹 栽倒在地 周围的几名保镖 被弹珠建设 痛得 当场丧失行动能力 碰 碰 田正元端着枪 再喷两枪 将毫无防备的保镖打散 他挤不上前 对着肖树空胸口 喷出一枪 到阴曹地府 记着跪下丢女儿道歉 不然等我死了 到地府还他妈杀你 血无四射 如此近的距离 肖树空衣服里面的防弹背心 都没能扛住 子弹面前 众生平等 碰 田正元叼着烟 对人群轰了一枪 转身捏着烟头 提枪大步离开 警局门前 公然行凶 没有任何人想到 被通缉的田正元 竟然如此大胆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 陈树峰和肖家保镖 才反应过来 第106章 愤怒的肖树龙 快 把田正元抓起来 陈树峰冲进分局办公室 大声吼道 全体都有 抓捕凶手田正元 哗啦 警员们纷纷放下手上工作 带着武器冲出办公室 扑通 人走后 陈树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浑身发抖 他解开钮扣 发现衣服 已经被汗给浸湿了 留 留下几个 看住门口 万一田正元 杀个回马枪 得防着点 陈树峰 喊住了最后出发的几个人 田秘书的事情 他最清楚 按理说 如果他没有迅思王法 那么田秘书 也不会自杀 田正元更不会走上 这条不归路 现在张绍天死了 肖树空生死未卜 下一个 会不会轮到自己 反锁好办公室的门 陈树峰心慌意乱 多年前 他也曾意气风发 为了捉住歹徒 重伤不下火线 可随着职位越来越高 他想的也越来越多了 由于片刻 陈树峰拿出手机 打给总局 领导 田正元出现了 我这边人手不够 能不能戒掉点 好的 那辛苦您了 挂了电话 他双手合十 对面前的金佛 拜了拜 清城 第一医院 抢救室内 肖树空躺在病床上 身上插满管子 第一医院的顶级专家 全部汇集在这里 近距离中枪 心脏受损 有基业 费不出血 需要开刀 失血过多 必须马上输血 十几名外科专家聚在一起 满头大汗的忙碌着 肖树空不比寻常人 他是神龙集团的老总 就算有一丝希望 也必须抢救回来 一旦肖树空死在医院 没人知道 他那个疯子三弟 会做出什么事情 院长 中海谁这么大胆子 敢杀肖树空 现任中海第一医院 外科主任林如燕 好奇地开口 听说 叫什么 清诚莫久 有人随口说了句 林如燕愣住了 林主任 手术刀 快 怎么发呆了 院长焦急地催促 啊 对不起 林如燕回过神 迅速将手术刀递过去 可他脑子里 满是墨酒的模样 抢救室外 密密麻麻 占了近百人 萧树鸣焦急地躲步 脸色非常差 二哥 萧树龙坐在椅子上 红着眼道 太他妈窝囊了 咱萧家 从二十年前发迹算起 一直到现在 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 在中海 在自家地盘上 在警局前 让人打得生死未博 他死死攥着拳头 牙齿咔咔作响 这些年 只有萧家打别人的份 二哥 大哥就躺在里面 你说怎么办 萧树龙猛地起身 死死盯着萧树鸣 不能乱 萧树鸣皱着眉斗 越是这样 我们越不能乱 中海多少人 等着看萧家笑话 大哥能不能活下来 都不知道 你让我冷静 萧树龙咆哮道 枪都顶在头上了 还他妈冷静 说完 他转身领着一群小弟离开 二爷 怎么办 保镖凑上前 小声问道 用不用盯着点三眼 他周围全是狠人 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再加上警方全程通缉 田正元根本不敢出现 萧树鸣看向抢救师的铁门 叹息道 老三有分寸 让他折腾吧 没准 他能破局 东海分局 由于田正元在警局门前 公然枪击中海富豪萧树空 在中海引起轩然大波 不少人甚至挖出田正元女儿自杀的事情 一时间 舆论失控 陈树峰短短一下午 接了几十个电话 因为是在自己辖区门口出事 他不得不派出大部分警力 调取监控 搜捕田正元 留在身边的 是从总局借掉的几个新人 可即便人手紧缺 指挥交通的林清英 也没有被调回来 甚至还被安排了一个 在路口查酒驾的工作 看着诺大哥办公楼 只有区区十几人 陈树峰心里越来越不安了 他总感觉 田秘书在附近看着自己 值班室内 两名年轻警员 面对面坐着 真可惜 张绍天死了 我还琢磨 有一天亲手抓他们 其中一人摇了摇头 那天 他去医院找张绍天做笔录 被赶了出来 没想到才几天功夫 张绍天就死了 这不是还有萧家吗 同伴倾笑一声道 听说陈局和萧家关系不错 你要不把萧家人抓了 萧家只要犯罪 我管他什么背景 管他和谁有关系 一定抓他 警员小梦端起茶杯 喝了口茶 哎 门口怎么回事 他放下茶杯 指着警局门前的车 这都是做啥的 东海分局关着的墨酒 再有一个小时就释放了 同伴慢悠悠道 这些都是他的马仔 来接他的 一群败类 小梦无奈摇了摇头 张绍天 萧家 还有这个墨酒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行了 你就一个小警员 操什么心 同伴劝了句 靠在椅子上小气 龙华酒店内 萧树龙心情郁闷地 喝了两瓶白酒 醉熏熏躺在椅子上 龙哥 大爷太憋屈了 在他身边 马仔连小弟叹口气道 到现在 都生死未卜啊 墨酒 我他妈非得亲手干了你 萧树龙一拳砸在桌子上 手臂青筋抱起 三爷 今晚墨酒出狱 马仔连拱火道 咱直接带人过去 把他干了 不行 萧树龙犹豫片刻 摇摇头道 警局门前动手 风险太大了 他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我主要是替三爷 感到不值 马仔叹了口气 什么意思啊 萧树龙眯起眼睛 一把抓住他衣领 说清楚 三爷 您知道外面怎么说吗 马仔激动地喊道 他们说你惹出乱子 自己躲起来 让大爷替你扛下一切 三爷 咱这些年为神龙集团 付出多少 我们被忽略也就算了 可您为集团付出这么多 却被人指指点点 妈的 萧树龙在酒精作用下 情绪有些失控 这些话 再加上萧树空上午的那些话 刺痛了他最敏感的神经 陈局和您关系不错 咱多去几个人 打死墨酒 您最多从犯 待几个月 装病取宝出来 还不是一样 麻子趁热打铁地劝道 那可是 逼死张绍天全家的人 您打死墨酒 中海人会怎么看您 叫人 带枪 萧树龙拿起酒瓶 将里面剩下的喝光 擦了擦嘴道 今晚 老子要让中海的人瞧瞧 他莫酒饿 但我萧树龙比他还饿 第107章 杀莫酒 弟兄们 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麻子站起身 拍拍手对周围的人喊道 超家伙 跟三爷过去 杀莫酒 杀 杀 杀 饭桌周围 走过来七八名亡命之徒 走 萧树龙转身领着人离开 半路上 麻子拿出手机 发了条短信 出发了 东海分局门前 人越聚越多 近百名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不停在门前晃悠 他们不截队 不说话 时不时往院里瞄一眼 越是这样 陈树峰越害怕 他想要安排人驱赞 可这些人什么都没做 只是单纯地在马路边溜达 而且彼此之间 看不出有关系 这样一来 陈树峰就没法以非法聚集驱逐 只能眼睁睁看着近百人 在马路两侧面无表情地溜达 他想要申请警力增援 奈何田正元的事情闹得太大 大部分警员都投入到搜捕中 无法支援东海分局 陈树峰坐在自己办公室 提心吊胆 整个警局只有不到十人 万一有亡命徒硬冲 自己岂不是有危险 越想 陈树峰越害怕 他拿出三支箱 点燃后插在佛像前 田秘书 我也是没办法 才伪造的报告 冤有头 债有主 你要是锁命 就去找萧树龙 以后逢年过节 我给你烧点纸 他双手合十 虔诚地拜了拜 眼看下班时间就要到了 换作往常 陈树峰不会这么顾虑 可自打田正元疯了一样 在警局门前 枪击萧树空 他便感觉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上百人里 万有一个疯子 朝自己开上一枪 岂不是完蛋了 正常人的确不敢这样做 除非活腻了 可现在有百分之一的危险 陈树峰都不敢冒险 该怎么离开呢 陈局 墨九要被释放了 一名警员敲响他办公室的门 小声道 您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没有 陈树峰摆了摆手 眼睛一直看着院门口那些闲逛的人 陈局 墨九要求给他的手机充满电 还要他来时穿的那件风衣 警员继续汇报道 但管理物品的小李出去执勤了 备用钥匙在您这儿 他怎么那么多事 陈树峰微皱眉 就要拿钥匙 不知道是不是管教们说漏嘴了 整个看守所都知道 萧树峰在门前被枪击的事 警员接了句 墨九说自己仇家太多 天又这么黑 只有穿上那身风衣 再给自己的人打个电话 才能被认出来 确保自己安全 什么 陈树峰原本就有些疑神疑鬼 现在听下属这么一说 心里更加没底了 保证安全 被认出来 平白无故的 为什么需要明确身份 怕误伤 袭击警方可是重罪 他虽然笃定 墨九没这个胆子 可像田正元这样的亡命图呢 这种人一无所有 什么都不怕 萧树峰的例子 可就在眼前 陈树峰站起身 走到窗前 盯着那些来回夺步的人 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陈局 墨九的要求是合理的 按照规定 我们必须得把东西还给他 警员见他迟迟不回答 只好再次开口问道 陈局 备用钥匙给我下 把东西先拿上来 我一会有用 陈树峰将钥匙扔给警员 按我的要求做 好 警员转身离开 几分钟后 他端着风衣和墨九手机 等私人物品 来到陈树峰办公室 十分钟后 带着墨九 在楼下等我 记住 控制住他 我和你们一起出去 陈树峰拿起风衣 开口吩咐了句 等警员走后 他在房间内穿上风衣 对着镜子照了照 啊 刚刚好 跟给我钉座的一样 陈树峰穿好风衣 戴上墨九来时的礼帽 又围上围帛 他低下头 镜子里根本看不出来是谁 这衣服 太合身了 尺码完美 给手机充了几分钟电 陈树峰将手机开机 忽然 他像是想起什么 一把拉开抽屉 将那串佛珠戴在身上 拎着枪走下楼 此时 东海分局的两名警员 正和墨九 一起等待陈树峰 给他换上这身 穿着风衣 戴着帽子的陈树峰 将一套警服 递给墨九 陈局 这是什么意思 墨九眯起眼睛 请把我的物品还给我 否则 我会投诉你 我再办案 陈树峰冷笑一声 作为公民 你有义务配合 给他换上 两名警员虽然很诧异 但仍旧服从命令 拿起警服 穿在墨九身上 还真是完美啊 陈树峰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给墨九戴上帽子 两人身材相仿 看起来差不多 陈总 您究竟想干什么 墨九沉声道 我不走了 不行 陈树峰眼神阴冷地 用手戳了戳墨九胸口 信不信 我现在 就可以说你袭警 立马枪毙你 墨九沉默不语 十项点 配合我离开 到安全的地方 我自然不会为难你 陈树峰伸出手 拍了拍墨九肩膀 放心 配合办案而已 你们两个 盯紧他 只要他开口说话 或者抬起头 直接击毙 他对自己两名心腹吩咐道 明白 两人一左一右 驾着穿警装的墨九 走 陈树峰看了眼手机 带着三人离开警局 此时 天彻底黑了 门口的灯 蒙蒙亮 门前嘻嘻拉拉的 有上百人 不过墨九的那辆路虎车 停在正门口旁 只要上了车 再让司机把车开到总局 陈树峰就安全了 到时候请半个月假 估计风波就过去了 他输了口气 低着头朝路虎车走去 果然 路上近百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看过来 不远处 萧树龙带着七名小弟 缓缓摸出后腰的手枪 他拿出手机 按下高价查来的墨九电话号码 确认对方身份 叮铃铃 一道铃声打破街道的寂静 陈树峰停下脚步 低头拿出手机 看了眼上面的联系人 是个陌生号码 墨九 醉熏熏的萧树龙大吼一声 拎着枪快步走上来 在中海 你得罪萧家 就得把命留下 砰 砰 砰 连续七声枪响 他愤怒地清空淡加 扑通 穿着风衣的陈树峰 缓缓倒在地上 手机摔出去好几米远 怎么回事 怎么哑火了 我的枪也是 里面怎么没子弹 和萧树龙一起来的那些混混 惊讶地发现自己扣下扳机后 并没有子弹射出 局长 这时 墨九身旁两名警员惊慌地跑上前 看着满身是血的陈树峰 大喊道 有人袭击陈局 快来人 陈局 冷风一吹 萧树龙瞬间醒酒